需求在坐标平面上满足不等式组 2x加y减6小于等于0 3x减y加3大于等于0 还有y大于等于0所为成的区域的面积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三个不等式呢 用直线把它表示出来 好,第一条2x加y减6等于0 我们要先画直线 所以我先取y等于0,x就等于3 所以呢,有30这个点 再来x取0的话呢,y就等于6 所以有06这个点 好,连切住这两个点之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这条绿色的线 就是2x加y减6等于0 好,那我们呢顺便判断区域 我们用圆点带进去 0加0减6等于负6 负6有没有小于等于0 有,所以圆点的这半边呢 是有包含的 再来第二条直线呢 我一样,y取0的时候 x就等于负1 x取0的时候 y就等于3 所以我找到负10 还有03这个点 好,连起来呢 就可以得到蓝色的这一条 3x减y加3等于0这一条直线 接着我要用圆点来判断 0减0加3等于3 有没有大于等于0 有,所以圆点的这一半边呢 也是有包含的 好,最后一个 y大于等于0呢 y等于0就是我们的x轴 那要大于的部分呢 就是向上的部分 好,所以这三个部分呢 我们做出来的范围在哪里 红色的往上 好,然后蓝色的左边 蓝色的右边 绿色的左边 所以呢 配合起来之后 我们的区域就是这一块三角形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求 这个区域的面积 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就一定要有底跟高 所以呢 我们就要求它的底 还有它的高 好,那在求底跟高之前呢 我们先求出它的焦点 好,这边呢 A点是我们刚才做图的时候 就有的30 C点呢 是-10 好,那这个B点呢 我们就必须要解连力 用什么来解 用蓝色的线和绿色的线来解连力 所以2x加y 减6等于0 跟3x减y 加3等于0 我们解连力 把第一式第二式相加 所以2x加3x 就是5x y加上-y 刚好消掉 -6加上3呢 就变-3 好,所以等于0加0 好,所以5x减3等于0 那我们就得到x等于5分之3 好,接着我们把它带回去第一式 所以2倍的5分之3 加y-6等于0 那么y的部分呢 就会等于6减掉5分之6 所以是5分之24 好,所以B点的作标就是5分之3 5分之24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我们的底跟高 好,那我们的底呢 就是指这两个A跟C点 好,A点跟C点 我们可以知道 从1-1到3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它的底是不是就是等于4 好,那高呢 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绿色的虚线 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高就是B点的Y左标 好,所以呢 是5分之24 好,所以我的面积就是2分之1底乘高 底呢是4 高的部分呢是5分之24 好,经过约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5分之48平方单位